秋季旅展今天上午正式开展了 看准日币贬值 不少旅游业者是强推日本赏风行程 北海道五天四夜的最低价 一个人含税只要不到一万八千块钱 暑假过后计划出游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日本赏风 看准了赏风热潮再加上日币贬值 旅行者纷纷推出日本的优惠行程 北海道赏风的套装型五天四夜不到两万元 东京自由行五天四夜机家酒 未睡价也只要9999 暑假过后其实就是自由行的市场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我们的业绩也成长了 就是光自由行的这个市场 成长两到三成 如果您只是想到日本购物减便宜 旅行社更是贴心提醒了 只要避开11月的赏风忘记 到日本玩还可以更便宜 那如果避开这段时间 大概10月中以前 然后12月左右 这会比较便宜 刷黎明卡大阪五天的自由行 未睡价不到五千元 四天限定四十组 而担心自由行太麻烦了 现在还有号称是 史上最豪华的公主邮轮 都位高达11.6万吨 十八层楼高 光是餐厅就多达八间 锁定金字塔顶端的消费族群 四十岁到七十岁这种社会精英 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族群 今年的话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销售完毕 旅展一连四天在世贸易馆举行 有计划出国走走的民众 多做点功课 绝对可以替自己省下不少旅费 记者林振坚周婷宇台北报道